台灣隊組成 我們一起來呼喊出我們心中的口號 改革 平夏以代 改革 平日之代 改革 平夏以代 民進動 加油 民進動 加油 賣向盛選 大步向前 讓所有的好朋友一起宣示我們 深化改革的绝心 友谈就是我们的战场 民进党不怕散战场 因为我们有坚强的战将 各位同事 我们一起共同接下 这颗改革的球 大声说出我们的改革成果 让各众们知道 民进党做到了 我现在要跟在电视机前面 网络上 我们民主进步党的党员及支持者 致上我最真诚的感谢 谢谢各位在过去这两年多来 对执政团队的鼓励和支持 执政不容易 改革更不容易 正因为有各位的信任与支持 作为后队 执政团队的许多改革 才能如期的推动 如期的完成 我要在这里 真的非常非常感激各位 谢谢大家 谢谢 在一开始 我想把场景搭回两年多前 我在总统就职演说的那个场景 在我的就职演说中 我花了相当多的篇幅 跟我们的年轻朋友对话 我强调 为年轻人打造一个更好的国家 是我执政最重要的责任 虽然 有年轻朋友对民进党的改革的速度 和幅度 感到有些失望 我也承认 民进党在执政之后 渐渐的不懂得用一种年轻人喜欢的方式 跟大家沟通 不过 这两年多来 我始终没有忘记 我们对年轻朋友的承诺 我永终地希望 年轻的你们 今天可以花一点时间 再听听看 这两年多来 民进党为各位的未来所做的努力 担任总统这两年多来 我接触过很多的年轻人 他们在全国各地尝试各种创业的机会 他们投入NGO 从事社会改革工作 他们也到偏乡教学 到不同的国家担任志工 当台湾受到不合理的打压 年轻的留学生 也用尽各种创意 来帮故乡发声 更令我感动的是 很多优秀的年轻人 选择投身军旅 或者警校 他们在军校 或者在警校 接受训练 或者在一般的学校受教育 毕业以后 在第一线执行 英气勃勃 保家卫国 守护社会 这些年轻人 都是我们台湾的骄傲 更是我们的未来 因此 过去两年来 民进党政府 一直在做一件事情 我们要透过政府的力量 来确保年轻人 在追求人生的理想的时候 没有后顾之忧 我有这样 台湾的民主 进步 和繁荣 才会一棒 接一棒地 延续下去 因此 我们展开了大规模的社会住宅计划 让刚出社会的年轻人 有一个安身立命的地方 我们也启动长道2.0 让需要照顾长辈的年轻人 有喘息的机会 我们也推动税改 减轻 甚至于免除 中低薪资的税负 受惠最大的群体 就是刚出社会的年轻人 同时 我们也鼓励企业加薪 并且提高起薪和基本工资 政府也拟定了短中长期 解决低薪的方案 过去两年 我们也持续了改善劳动条件 我知道 保机法修法的幅度 不如许多年轻人的期待 因此 对政府有一些失望 但是 改变其实正在全面的落实 我们周休二日 已经是全面性的实施 现在有将近九成 企业实施周休二日 前一阵政府的成绩 则是不到七成 新进的员工工作满六个月 现在多了三天的特休假 我们也连续两年提高基本工资 提升了金额 接近国民党执政八年的总和 我们也大幅修改了法规 包括十七年来规模最大的公司法的修正 提供青年更多创新 跟创业的空间 我们更在台湾现有的产业基础上 结合了创新的能量 推动了五加二的产业创新计划 加速我们的产业的转型与扩张 并且提供了大量的优质的就业机会 给年轻人 在这里 我要特别提一个人 她的名字叫杨凯婷 几个月前 我到台南亚洲航空 实际视察五加二产业中的国防产业 当时凯婷怀着身孕 代表亚航的人工致辞 她的致辞很有大将之风 自信与从容 就跟台湾所有的年轻人一样 几天前我得知 她的孩子已经诞生了 我要特别恭喜她 我也要特别告诉她 我没有忘记她那天的表现 我更没有忘记 对凯婷这一代年轻人的承诺 也正因为这样 这两年多来 我们开启了一向又一向的改革 改革挺下一代 是这一次全代会的主题 也是我们两年执政的主轴 民进党三十二年来 始终如一的态度 就是义无反顾 为了下一代推动改革 这些问年轻人 所推动的改革 也许没有什么噱头 网路上的声量也不高 不过我从政以来始终相信 掌握权力是一种责任 执政不是一场就一场的表演 而是将问题一个又一个的解决 我知道大家心里都有个疑问 我们千辛万苦重长政权 努力执政 但是为了什么 这两年还是走得这么的颠簸 各位亲爱的民进党的先进和同志 这就是我们改革付出的代价 其实这个代价 我们一点都不陌生 我要提醒大家 今天的全代会 就是在我们创展的所在地 三十二年前 当我们为台湾的民主 开始推动改革 颠簸就从来没有停过 但是我们过去所推动的改革 造就了现在的民主台湾 从推动国会全面改选 总统直选 公民投票 到诸多民主制度的建立 民进党都曾经背负了无情的质疑 污蔑 满马 但是历史证明了 当年的坚持 造福了下一代的台湾人 连当年反对我们的人 现在都享受改革的成果 大家说 对不对 为什么我们要选择走这一条路 因为 我们从创党的那一刻起 就真心的相信 民主进步的 这五个字 就等同于改革 我们许多的前辈 一辈子打拼的目标 就是要让台湾的命运 因为民主进步党的存在而改变 如果能够让台湾改变 让下一代品尝改革的果实 我们这一代辛苦一点 委屈一点 又算得了什么 我要请大家仔细地看看我们的党期 正面党期上面 就是一个改革的十字架 民进党总是选择 背上改革的十字架 你可能说 这是我们的宿命 但你更可以说 这是我们的经营 我们一次又一次 在压力当中坚持我们的理想 在不被看好 不被谅解的情刺下 说服台湾人民 在每一个犹豫的十字路口 为台湾找到正确的方向 而这一次的执政 我们水托动的改革 是更加的全面 我们从结构 从制度 把台湾做一次根本性的改变 跟以往的改革相比 我们这一次的规模更大 战场更多 压力当然也更大 不过 我要以总统跟党主席的身份 要求大家 期许大家 相信我们所做的事 相信我们选择的路 不要被谣言击倒 不要人云亦云 不要自我怀疑 因为改革 所以有挫折 有反扑 有对抗 以前是这样 现在也是这样 大家要相信 我们正在改变台湾 现在的挫折和代价 有朝一日 我们的子孙 一定会尝到改革的过失 台湾 再一次的来到十字路口 现在我们要做的事 就是再一次的为台湾 背上十字架 在改革的道路上 我们要带领台湾勇敢前进 这是我们所有人共同的使命 没有一个人可以逃避这个责任 大家说对不对 当改革进行的时候 反改革的势力 必定会集结跟反扑 不过 改革不能怕得罪人 改革也不能走回头路 未来的台湾 还要遇到很多的挑战 还需要推动很多的改革 我们所深爱的台湾 是需要一个保守 车改革后腿 只想走回头路的政党 还是要一个不计回忆 便于背上改革的十字架 能够带领国家走向未来的政党 我相信台湾人民会做出正确的判断 今天因为民进党不畏惧推动改革 我们的对手说 要教训民进党 我要在这里 要理直气壮地请教他们 是谁 拥抱核电 措施了绿色能源发展的重要时机 让能源转型面临更严苛的时间压力 绿色能源是全球发展的趋势 更是台湾不能不走的路 是谁执政的时候 让买办集团主导了两岸关系 忘了台湾人的尊严 是谁 眼里只有中国市场 而忘了在东邪 在南亚 在世界上许多的地方 有更多的机会 是谁 在过去六十年里 死守着不公义的党产 从来没有自我反省 也没有给许许多多的政治受难者 一个公平正义是非对错的交代 是谁畏惧改革 让年金财务一年一年的衰败 最后瀕临破财 是谁 让大量的资金流入 而不加以管理 导致不动产价格高涨 让年轻人 没办法负担一个家 是谁 在长期执政之后 留下了五缺的问题 是谁 做事层层的法规 压抑企业的活力 让台湾的经济迟迟无法转型 走入闷经济的死胡同 当年制造问题的人 不仅不反省 现在还反过来 需要教训改革的人 我要请他们想一想 到底 谁开启了新南向的全新的布局 是谁为年轻人新办的社会住宅 是谁为老化的社会 办理了长照二顶零 是我们民进党 是不是 到底是谁 在巨大的压力下完成了年轻改革 是谁启动了转型正义 是谁全面发展了再生能源 是谁认真地面对五缺 全面地解决问题 是谁松绑了法规 释放企业的活力 让台湾的转型 跟创建跟创新 迈开了脚步 是我们民进党 是不是 到底是谁启动了司法改革 把人民参与审判 法庭统一见解 强化司法人员的评鉴 跟淘汰等等重要的法案送到立法院 也是我们民进党 是不是 各位 这两年多来 我们民进党做到了 在野时的主张 我们正一个一个的在落实 中间的冷暖苦乐 没有比我们感受更深 我们的改革的方向是正确 所有的阵痛 都是为了国家长远的未来 以及人民整体的利益 请大家要有信心 跟我一起走下去 好不好 改革必须继续下去 下一个阶段 我们要巩固两件重要的事情 第一 我们要坚持改革的价值 对的事情 我们要坚持 不只是这样 有些还没有做到的改革 是因为现阶段 还没有足够的社会的共识 我们要尝试着说服这个社会 说服更多的人来支持我们 让我们的主张 可以逐步的背实践 让台湾更进步 第二 我们要守护台湾的价值 过去两年多来 在中国的压力之下 我们一步都没有退让 未来 我们更必须展现坚韧的姿态 不能因为压迫而屈服 我们要持续争取更多的国际支持 不作秀 不逞强 不冒进 以坚定冷静负责任的态度 不卑不亢地面对外部的挑战 好不好 各位亲爱的同志 在国际上 台湾远比大家所想象的 还要重要 当全世界都在思考 如何因应中国崛起的时候 台湾与中国互动的经验 绝对是世界其他的国家重要的参考 全世界都在关注 台湾能不能在中国巨大压力之下 守住主权 守住民主自由的价值 我们不能妄置菲薄 更不要小看我们自己的力量 我们身上承担了区域和平安全的重责大任 所以我要再强调一次 我们绝不屈服 也绝不冒进 我们的责任 在维护主权 在尊严对等的前提下 维系两岸及区域的和平与稳定 这项挑战 需要民进党员发挥集体的智慧 各位同志 几个月后 就是九合一县市长的选举了 这一场选举 它的重要的意义 不只是地方选举 而是一场改革跟反改革的对决 是一场进步跟退步的对决 改革跟进步能不能延续 台湾的价值是不是能够被守护 我们的主张 能不能够一步一步落实到每一处的基层 每一个角落 就看我们能不能够全力以赴 在这一场选举当中 为改革跟进步 守住防线 大家说好不好 这几年中央推动的改革 就是因为有民进党的县市首长 在第一线执行 才能够一一落实 执政是大家的事 中央 地方 府 院 党 国会 我们是一体的 每一个环节都会互相牵动 解决问题靠的不是抱怨 是信心与决心 整个党 府院 全体党公职 都必须要动起来 为改革来辩护 为守护台湾而努力 如果让保守的势力复辟 好不容易已经完成的年金改革 就会走回头目 如果让反改革的势力集结成功 好不容易振兴的经济 就会倒退到城门的局面 转型正义的工作会被逆转 蓬勃发展的绿电绿色能源 又会退回变成危险而昂贵的核电 各位 我们只有一个选择 为了下一代全党上下要团结 全力以赴 让改革延续下去 从现在开始 各位身上的责任 就是不要让任何反改革的力量 有卷取重来的机会 台湾能不能脱胎换骨 就取决于我们民主进步党 够不够努力 够不够有决心 大家有没有决心 在我身旁就是这一次 我们民进党所提名跟征兆的 县市长候选人 他们就是民进党2018改革团队成员 我要请大家跟我一起 全力以赴 上井发调 打赢选战 让改革持续下去 让改革的成果可以真正的交给年轻的世代 为了台湾 为了下一代 所有的苦我们都要承受 我们是民进党 在怎么痛我们都要忍耐 这一代人的觉醒 会换来下一代人的幸福 一切的努力 就是要将更好的台湾 交给下一个世代 请大家拿出信心 拿出决心 改革 改革 再改革 民进党加油 台湾加油 谢谢大家 谢谢